财团法人人寿保险文教基金会是由受险工会许书博理事长以及各大人寿保险公司受险工会共同创立的慈善公益基金会 为了投入偏乡以及清寒学子的奖助事宜 发起第一届一同聚爱心奖助学金募款计划 希望透过金融界保险界各善心人士团结携手合作 提供落势偏乡的青年学子努力上学的机会 创造孩子们未来的希望人生 第一届奖助学金颁发仪式 在9月4号上午来到了台东县来进行颁奖仪式 我们希望这个文教的基金会能够永续的经营下去 那永续的来帮助所有的这些小朋友 只要你严厉练书应该给你机会让你来努力 那这样的给理想我们来创立这个基金会 所以我心中的梦就是不是让企业有所发展 而是让企业懂得回馈所谓的企业责任 懂得回馈这个社会 最重要的意涵刚刚董事长都讲 其实提供给我们小朋友一份大家的爱心 然后给大家一个更多的鼓励 那希望能够在整个学习教育的过程当中 让大家找到更好的人生 那我想台东的社会福利的压力 其实是非常沉重 尤其对一个财政非常困难 财源非常少的一个乡镇 他需要照顾的弱势的族群比例又是最高的 那不过我觉得 只要我们有心只要我们愿意努力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这种正面的能量 就会凝聚在一起 越来越多的这种社会的资源 就会溢注到我们这个地方 就像我们今天受写基金会能够来协助我们一样 我们再一次感谢董事长跟基金会 那也希望我们今天能够获得讲助学生的同学 都能够用更好的表现 更好的成绩来谢谢帮助我们的人 好不好 第一届奖助学金的规划 全台提供了七个县市的补助 帮助317名偏乡国中学生 70名的高中职学生 其中针对台东地区帮助了 118位努力上学的学子 另外针对无所偏远地区的国小 各提供了10万元的奖助学金 共计提供台东地区奖助学金100万元 徐董事长也表示 奖助学金补助计划不是一次性的活动 而每一位接受帮助的学生 都能够持续得到补助到高三毕业 透过善款希望每个获奖的孩子 将来有能力的时候 能够回馈社会 让这份爱与善念形成正向的循环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道